桃園航空城的拆遷戶 今天前往市府抗議 这是因为这起台湾史上 最大的土地征收案 存在补偿费 没有随物价指数调整 以及安置住宅价格跳票等争议 所以是呼吁政府 要正式征收户的困境 还给居民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大喊还我家园 不要再留子孙 不满桃園航空城开发案 要拆遷户背在重建家园 即十三号北上政院后 进遷居民三十一号又到市府前 抗议桃園市政府 从郑文燦到张善镇违法失职 为依法调整贫店 坑杀人民 以及安置住宅部分 航空城售价全台最高 我根本没有钱 你叫我怎么盖啊 还陷阱叫我盖完 不盖完还不给我重建基金 这什么政府啊 针对航空城拆遷户诉求 桃園市长张善镇也亲自出面 做出五点承诺 除了拼店调整建物拆遷加自猜补偿费加百分之二十 最后搬迁补偿加百分之十五 安置住宅降价 增加安置接扩资盖补贴 贷款协调金融单位 不设限年龄 针对市长承诺 不满说到如果以物价指数成长来看 一百一十二年征收物价 评点应该是十六点八元 而非公告的十四点七元 主张评点调整应该要由法员依据 而非漫天喊价 也要求落实先见后签 以起见年评点为 季值补差额 记者张淑云桃源报导 主张等尾